李克勤將會於9月5日至8日在紅館舉行李克勤慶祝成立30週年演唱會 過唱記招開始之前門票都已經買到七七八八 網民都大順買不到票一票難購 在記招開始後 克勤就宣布加開4號及9號兩場 問到會否再加場 他就說因為之後還有歌手演出 再加的機會就少些了 而在台上主持人就說有人想看 在黑勤太太盧淑儀帶著後官穿泳衣擾牆一周 黑勤聽到即時嗆了 怎麼說著泳衣 誰說著泳衣 當然要穿他的高層 很想加你拍 即是你說一說 帶後官那裡可能還快想想 穿泳衣就好了吧 不是 她穿泳衣出去幫他加你 我不是計算多少歲 計算幾十年前都已經蝕了一次 不要再蝕了這些事情 這件事的衝擊究竟有多大 不就是大堆黑勤在台上說自己很介意 去到台下接受訪問 一聽到記者再說這件事 他都一樣這麼大反應 好玩啊 那會不會叫他上來 剛才有Facebook直播的 他看到的 可能他碰到泳衣 可能他碰到泳衣 你要過我的關 你真的 過不了你的關 當然過不了 因為那時候 我沒有主持權 那時候 那時候 還沒到手 那個泳衣吸引了你 不是 沒那麼快的 沒那麼快的 我們這些不是看這些東西的 表面上 不想 不想 我們盡量不會給 又是你不給 我們盡量不會容許 那些不懂唱歌的人 看到台上 所以你們兩個制式 是啊 你兩個制式 可以上台 十一雙門 十一雙門 我曾經 吹水地問過他 嗯 但是 現在的水平很高 你明白嗎 最近吹了一個 狗水唱得很厲害 唉不要啦 好像 還沒到水平 還有我會覺得 對 小朋友 就是我那個 小朋友 又不是真的很喜歡 那就不要搞這些 講到譚子君這件事 黑勤就說 每個家庭都有一套方法 去管教自己的子女 沒有說對和不對 而他都不方便評論那麼多 我就抱一個態度就是 就是如果我身邊有些小朋友 他上台表演 那我都會在旁邊 哎好厲害 我幫他加油 那我覺得他既然 去到那麼遠 在一個那麼 全球都受歡迎的節目裡面 可以亮相啊 都可以拿到一個好的成績 那我都希望為他拍手掌的 那還有就是他是香港人啊 那我也覺得香港人 應該為香港人加油 我儘量教他踢球 但是我強是唱歌的 但是我教他踢球也挺好笑的 就是我找了一些很 很… 就是神希 你知道我們 就是龍仔的踢球 就是神希那些 就是葉球員和一些老師去教 那他又不是很聽喔 他又聽我這些 爬爬烏 紫上談兵的來講